現在還是一家人 十六族群語推組織代表 難得齊聚一堂高唱歌曲 迎接副總統陳建仁到來 九號不只是人民會 邀請各族語推教保人員 舉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 共識會議的重要日子 更是歡慶我國第一個原住民語 Sakilaya語維基百科 經過五年努力 終於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二號 正式上線 因為語言是不治的傳承師 傳奇師還有學習員 在部落裡面努力的傳承 以及讓全世界看到 台灣的Sakilaya語言版本的 維基百科 看了以後我都非常的感動 点開維基百科 左下方的其他語言列中 就能看見Sakilaya 點下後除了能看到Sakilaya語 書寫的文化祭典內涵 還包括知名新劉德華 和電影不可能的任務等 都是用Sakilaya語全面翻譯 而計畫主持人Dogusa韻表示 維基百科屬於國際平台 更是整合語調保存的重要基地 國立其他族群持續書寫 足以維基百科 讓各族語言能被世代流傳 那Sakilaya族人那麼少 他是兵維的語言 這些老人家現在還在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趕快寫 等到老人家不在的時候 我們就只能從這一堆裡面 慢慢再把它找出來 那也許現階段 對於生活上的時候 不是這麼親近 不是這麼親近 可是對於語料的保存來講 對Sakilaya語 對兵維語言來講 它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其實非常方便 透過這樣的一個工作 讓我們整個維基百科的 這個語言的推動之後 才會更發覺 其實我們南澳語族 有很多語言是相通的 這個地方是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我們也希望持續的 跟我們的教育部 還有政大 還有圓民會一起來推動 圓民會表示 接下來會繼續跨部會合作 打造更完整的 原住民族教育體系 逐步落實 語言文化配套措施 讓原住民族語言 能被妥善保存與傳承 原室新聞 Jason Maiklo 台北市採訪報導